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在今天的中文课里,我将带着大家来一起听一听两个人打电话时的对话 这两个人分别是张鹏和小林 通过名字你可以看出张鹏应该是一个男性 而小林是女性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关系 张鹏和小林是老同学 表示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学习过 有可能你会问我 那老师如果我和某个人在同一个学校但是不同班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和他是校友 小林想和老同学一起聚一聚 大家一起吃个饭 所以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张鹏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吧 自然语速 真是对话 慢速中文 通过刚才的对话 你可以听出来张鹏和小林的关系很不错 他们两个比较熟悉 所以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正式 刚才小林说 喂 张鹏 是我 小林 为什么小林要说 是我 其实当我给一个熟悉的人打电话的时候 我甚至不用说我的名字 比如 我给我的父母打电话 喂 爸 是我 我为什么不用说我的名字呢 因为他们可以听出来是我的声音 尤其是我的好朋友 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会 喂 是我 他听出来了 是我的声音 但如果这个人 你虽然熟悉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对方可能听不出来你的声音 但是你们关系很熟悉 你不需要做特别正式的介绍 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喂 是我 麦克 肯定有朋友会问 老师 我可不可以说 喂 我是麦克 什么时候 人们会在打电话的时候说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呢 一般是你给客户 或者是非常正式的通话 你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比如因为工作原因 我要打一个电话 这时我就会说 喂 你好 我是ABC公司的中文翻译 我叫廖丹 你学会了吗 你要首先介绍自己的职位 然后再说 我叫什么 我们再来看看 小林还说了什么 小林又说 你下班了吗 如果你是在差不多下班的时间 给朋友打电话 但是你有点担心 他现在还在忙 你的电话会打扰他 这时我们可以怎么问呢 你可能会听到 你这会儿忙吗 你这会儿忙吗 是什么意思 是指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这个时间 也就是现在 这个时候 你忙吗 你这会儿忙吗 当然 你也可以说 你现在忙吗 有时候 电话一接通 你就能听出来 你的朋友 其实正在工作 这时 你可以说 你这会儿 方便接电话吗 这会儿就是现在 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也许你会说 老师不对啊 我在HSK 还有课本上 学的都是现在 为什么你教的是 这会儿忙吗 我没听过这会儿 其实在中国的北方 尤其是日常对话中 人们会经常说 这会儿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只看HSK 或者只看中文课本 你就是听不懂 中国人说话 也就是听不懂 中文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人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们再来看看 张鹏说了什么 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 是小林啊 大家注意到了 啊 很轻 不是 是小林啊 这个啊 不是很长 是很轻的 是小林啊 有朋友问 为什么要用语气词 这里的啊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没想到 是小林给他打电话 是你啊 我没想到 我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你啊 这个啊 发得很轻 你可以试着练习一下 然后张鹏又说 还没呢 他为什么说还没呢 这个句子就好像 没说完一样 刚才小林问 你下班了吗 他回答 还没呢 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 这里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问你 看完了吗 还没呢 写完了吗 还没呢 来了吗 还没来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还在怎么样 还没呢 然后张鹏又说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如果是南方的话 人们会把儿话音去掉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接着来听 小林说了什么 今天晚上 我约了几个老朋友 一起出来吃饭 你也来吧 嗯 好呀 等我把手头的事 忙完就过去 我可以带我女朋友 一起去吗 今天晚上 我约了几个老同学 一起吃饭 你也来吧 嗯 好呀 等我把手头的事 忙完就过去 我可以带我女朋友 一起去吗 小林叫张鹏 一起来吃饭 张鹏答应了吗 他答应了 他说 嗯 好呀 这个嗯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在想 嗯 好呀 等我把手头的事 忙完就过去 张鹏现在就能去吃饭吗 现在还不行 他还有工作 没有忙完 所以他说 等我 等我干什么 等我把手头的事 忙完 什么叫手头的事 就是我现在 正在做的事情 等我把手头的事 忙完 就过去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张鹏说 过去 这里的过去 是什么意思呢 张鹏指的是 他在办公室 他忙完 就去吃饭的地方 你看方向 过去 从办公室 去吃饭的地方 张鹏是一个人 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吗 当然不是 他问小林 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 一起去吗 带什么 你可以说带东西 比如 我可以带一瓶红酒 过去吗 我可以带一个蛋糕 过去吗 你也可以带一个人 我可以带我的孩子 什么 一起去吗 我可以带我的老公 一起去吗 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 一起去吗 小林答应了吗 小林是怎么回答的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而且希望我们继续拍摄这样的口语题材的内容 请大家为我们点赞转发 让我们知道 这样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带上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廖丹 在今天的中文课里 我将带着大家 来一起听三个人打电话时的对话 这三个人分别是 张鹏 小林 还有小美 张鹏和小林是老同学 而小美是张鹏的女朋友 今天是我们第二节的口语课程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第一节的学习 请先观看第一节 再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自然语速 真是对话 喂 张鹏 是我 小林 你下班了吗 是小林啊 我还没呢 怎么了 找我有事吗 今天晚上 我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出来吃饭 你也来吧 嗯 好呀 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就过去 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带上啊 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小林打电话叫张鹏去吃饭 张鹏提出 可不可以带上自己的女朋友 小林说什么 小林说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里有几个语言点 我要给大家解释 有很多朋友都问 是不是只要是过去发生的 我都应该用乐 并不是这样的 你看小林说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她是想问张鹏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是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 上个月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呢 当你想问一件事 过去发生了一个具体时间 你就可以问 什么时候动词加上的 比如什么时候去的北京 什么时候吃的饭 什么时候看的电影 我们再来看交这个字 交什么 交朋友 如果我和你见面 我们两个从来都不认识 但是我特别和你聊得来 我们两个聊天特别开心 有很多话可以说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聊得来的人 这时候我就会说 咱们两个交个朋友 也就是做朋友的意思 小林问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也就是你什么时候 有的这个女朋友 如果你已经能够听懂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这句话 我们再来看小林 接下来说了什么 小林接下来说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反问句 我想小林是很吃惊 她认识张鹏很久了 从来没想过 突然张鹏会有女朋友 所以她会觉得很意外 有可能她根本没注意到 张鹏最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她很吃惊 她说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句话其实是表达 她对这件事情感到意外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戴上啊 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小林同意了吗 小林当然同意了 她说 那肯定得戴上啊 为什么小林用了 肯定得戴上 这里并不是命令的口吻 而是觉得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么好的消息 当然要戴上 但是在口语中 我们也可以说 肯定得怎么样 加强语气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明天是我的生日 你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你的生日 那肯定得去啊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戴上啊 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让我们几个认识一下吧 这里的让是什么意思呢 小林其实是半开玩笑的 希望获得张鹏的许可 可不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呢 她希望获得这种许可 这时候她就说 让我们几个认识一下 为什么用一下 认识一下 就是表示大家见面 交个朋友 简单的认识一下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戴上啊 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行行行 晚上你们见了就认识了 别忘了把餐厅地址发给我 几点吃饭啊 当小林和张鹏开玩笑说 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张鹏说 行行行 为什么说了三个行 其实是表示 可以可以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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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其实也可以说 好好好 表示我答应 没问题 然后张鹏改变了话题 他说 记得把餐厅地址 发给我 表示发短信 发送给我 记得一定要说发 而不能说记 虽然记这个字 翻字典的时候 也可以翻译成sand 但是这里是发短信 发邮件 一定要说 记得发给我 接下来 请大家仔细听 餐厅的地址 是什么地方 几点吃饭 晚上七点 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 你和你女朋友 直接过去就行 小林刚才说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 其实也可以说 我已经定好了位子 位就是座位的位 位置和位子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位子通常是 人们坐的这个位子 有一个椅子 但是位置是表示方位 比如是靠窗户的位置 还是靠门的位置 但是在人们的口语中 有的人用位子 有的人用位置 我已经定好了位子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 这里的定 到底应该是哪个定呢 宝盖头的定 还是盐子棚的定呢 请你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就可以找到这期视频 小林说 你和你女朋友 直接过去就行 为什么要用直接这个词 小林的意思是说 你去餐厅之前 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比如定位子 或者是预约之类的事情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直接过去就行 就行就是就可以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在办公室 你的同事对你说 我跟张经理打过招呼了 明天下午 你直接过去就行 直接过去 你不需要提前打电话再确认 我跟他说过了 你直接过去就行 去哪呢 去他公司 或者去他办公室 这个地方 应该是你们提前已经商量好的地方 好的 晚上见 嗯 晚上见 如果你看字幕 你会发现有一个字是 嗯 嗯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还没想好 我可能会说 嗯 让我想想 嗯 但现在 我很确定 嗯 没问题 嗯 好的 这个嗯 是非常短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希望我们拍摄更多的类似中文学习的口语视频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点赞转发 让我们知道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 我们才会拍摄更多 好了 我们明天见 喂 小美 今天晚上 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今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张鹏和小林的故事 张鹏和小林是老同学 小林约张鹏一起出去吃饭 而张鹏希望带上自己的女朋友 张鹏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小美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张鹏给小美打电话时说了什么 喂 喂 小美 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 喂 小美 她叫她女朋友的名字 今天晚上 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张鹏不是约小美出去吃饭 她是希望小美陪着她 陪她就是陪同的意思 陪她去干什么 陪她和朋友吃个饭 为什么用个不是炖呢 你当然可以说吃炖饭 但在口语中 人们也会说吃个饭 比如 办公室的同事可能对你说 下班之后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下班以后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和同事在外面吃完饭了 当我回到家 家人可能问我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 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 可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去参加这样的聚餐 你希望有人陪你一起去 我们应该怎么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我们首先要问对方 他有时间吗 他忙吗 他有空吗 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问对方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比如你可以说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问对方 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张鹏 张鹏让小美陪他一起去吃饭 小美立刻就答应了吗 小美说了什么 我们再来听一遍 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小美并没有立刻答应 她问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看来小美也不喜欢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她想知道这些人我认识吗 他们是谁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 都有谁呀 这个都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句话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去参加聚会的人都有谁呀 小美想知道 有谁去参加聚会 你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 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告诉我 都有谁呀 张鹏说 他们都是我的同学 看来小美不认识 他们都是张鹏的同学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你就来吧 嗯 好吧 张鹏可能听出来了 小美有点犹豫 不太想去 这些人小美都不认识 她不太想去参加这样的聚会 所以张鹏说 你就来吧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句话 尤其是你就怎么样吧 她是在求小美 她是在求小美 你就来吧 什么叫你就来吧 你就来陪我吧 句子短一点 你就来吧 你几点来接我 六点半在你公司楼下见 好 一会儿见 小美问 你几点来接我 这里有一个动词 接 接是什么意思呢 她是希望张鹏能够在她下班以后 在公司楼底下迎接她 也就是等着她 等着她下班 接这个字非常的实用 比如 每天下午四点半 我都要去学校接我的孩子 接我的孩子放学 我要去学校门口迎接他们放学 然后把他们带回家 但是人们在口语中 不会用两个字 不会用迎接孩子放学 而说接孩子放学 又或者你坐飞机 到了飞机场 你希望有人在机场接你 你坐火车 到了火车站 你希望有人在火车站接你 你明天能来机场接我吗 你明天能来火车站接我吗 你几点来接我 六点半在你公司楼下见 好 一会儿见 张鹏来到了小美公司楼下 接她下班 他们两个一会儿怎么去餐厅呢 是张鹏开车带小美去餐厅吗 不是 张鹏没有开车 张鹏打算和小美打车去餐厅 打车其实就是打出租车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租车 变短一点 打车 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 有些城市会说 打滴 打滴 其实就是打车的意思 就在张鹏和小美打车的时候 小林打来的电话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喂 张鹏 你们走到哪了 我们还在打车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到吧 小林问 你们走到哪了 看到走这个字 大家可能会想到走路 但其实指的不是走路的意思 而是说 你们来餐厅的这个路程 进行到哪里了 比如你约了朋友来你家 可是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朋友却没有到你家 这时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他 你问 你走到哪了 不管你的朋友是走路 开车 骑自行车 不管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 你都可以说 你走到哪了 张鹏是怎么回答的呢 张鹏说 我们还在打车 表示车还没有打到 我们还在打车 接下来 小林说了什么呢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没问题 放心吧 小林刚才说 那一会儿见 我相信大家一定认识 一会儿见这句话 为什么要在 一会儿见的前面 加了一个那 这里的那 其实指的是那嘛 为什么要在这里 加一个那字呢 我来给大家两个例子 比如 当你下班了 或者放学的时候 你会对你的同事 或者同学说 再见 明天见 因为你知道 明天一定会见面 因为明天你要上班 或者你要上学 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 约好了 在某个时间见面 我们说好了啊 五点见 行 那五点见 表示前面约定的部分 已经确认好了 那么五点见 在口语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情况和你想的不太一样 这时候 你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比如你要向你的经理请假 经理 我今天有点事情 我要请半天假 经理说 不行啊 小张 今天我们人手不够 你今天不能请假 可是经理 我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试 我必须得去 原来是一个重要的考试 和经理原本以为的 一件小的事情不太一样 这时候经理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去吧 他说 那你去吧 比如我的朋友 在晚上十点了 打电话给我 导弹 我现在想去你家一趟 现在已经十点了 明天来行吗 我真的特别急 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这样啊 那你来吧 那你来吧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没问题 放心吧 小林是一个非常细心 而且做事情非常周到的人 什么叫做事情周到 就是指他会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 所以他说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什么叫实在呢 实在是什么意思呢 实在打不到车 这句话的意思是 真的打不到车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会发现 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如果你们真的打不到车 或者 如果你们实在打不到车 但在口语对话中 人们会让句子变得非常的简单 实在怎么样 实在打不到车 实在不行 实在听不懂 其实前面省略了 如果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我家 就给我打电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我家 就给我打电话 张鹏后来打到车了吗 在下一集 我们将和大家继续学习 小林 小美 还有张鹏的故事 用这些故事 帮助大家提高中文 实用口语 下集再见 我快冷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 再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就打到了 哎 你看 车来了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廖丹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 张鹏和小林的故事 张鹏和小林是老同学 小林给张鹏打电话 叫他和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 而张鹏带上了他的女朋友 他想让女朋友陪他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 在上一集中 小林给张鹏打电话 问他走到哪了 可是张鹏却说 他们还在打车 后来他们打到车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快冷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 再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就打到了 哎 你看 车来了 张鹏的女朋友叫小美 小美刚才说什么 她说 我快冷死了 是她真的快要死了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她是说 她非常非常的冷 她冷得受不了了 这时候 你就可以用一种 比较夸张的口吻说 我快冷死了 或者我冷死了 都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指 我真的特别特别冷 下午两点我们才忙完 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我快饿死了 今天停电 没有暖气 我快冻死了 我都说了 我不想买房子 可是他们 还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都快烦死了 接下来 小美又说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打到车啊 也许 你已经学习过了 你什么时候 干什么 这样的句型 比如 你可以问朋友 你什么时候 来我家 我想知道 你来我家的具体时间 你什么时候 参加 HSK考试 我想知道 你参加考试的 具体时间 但是 小美说的这句话是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 打到车啊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什么时候 才能怎么样 这个句型 我来给你 两个例子 比如 你请了朋友 来你家 如果你打电话 问朋友 你什么时候 到我家 你只是问了一个 具体的时间 你到我家的具体时间 是什么时候 这里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 可如果 你已经等了 一个多小时 你的朋友 还是没有来 这时候 你肯定已经 失去了耐心 开始生气 甚至抱怨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说 你什么时候 才能到我家 我都等了你 一个多小时了 你用 什么时候 才能干什么 来表达 你不想再等下去了 你已经 没有耐心了 你什么时候 才能把报告 给我送过来啊 我都等了 一个早上了 我的电脑 什么时候 才能修好啊 我都等了 一个星期了 我快冷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打到车啊 再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 就打到了 你看 车来了 当小美 失去耐心的时候 张鹏 是怎么 安慰她的呢 张鹏说 你再忍耐一下 忍耐 忍耐什么 忍耐这种 冷 还有忍耐 要等这么长时间 请你 再忍耐一下 有时候 人们也会说 忍这个字 你再忍一下 我们来看 一下这个表达 一下就是指 不会很长时间 很短的时间 比如我们去医院 打疫苗 医生或者护士小姐 会对你说 你再忍一下 很快就好了 你再忍一下 很快就好了 再比如 你去看牙医 当牙医给你洗牙的时候 会有一点疼 有一点酸 牙医会说 你再忍一下 很快就好了 通常 当人们给你说 你再忍一下 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 你可以怎么说呢 比如 牙医给我洗牙的时候 真的太疼了 我会说 我忍不了了 或者 我忍不住了 又或者 我忍不下去了 就是 我不能再忍了 真的太疼了 张鹏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很快就打到了 打到什么 是打车 很快就打到车了 你看 车来了 车开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用张鹏 小林 还有小美的故事 帮助大家学习 日常的中文口语表达 您好 请问你们去哪里 您好 我们去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师傅 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廖丹 在今天的中文课里 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 一起来学习张鹏和小美的故事 张鹏和小美是情侣 张鹏带着小美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他们是怎么去的呢 他们是打车去的 你还记得打车是什么意思吗 打车就是打出租车 你会用中文打车吗 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一听 张鹏和小美在打车时的对话吧 哎 你看 车来了 你好 请问你们去哪里 你好 我们去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每个职业都有他们的习惯表达 什么叫习惯表达 这里的表达不是动词 是一个名词 表达在这里的意思是指 说的话习惯表达 习惯性说的话 为什么会习惯性说一些话呢 这是一种职业习惯 比如作为中文老师 我有一个职业习惯 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这就是我的习惯表达 是我的职业习惯 那么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习惯表达是什么呢 出租车司机一般会说 你好 请问您去哪里 他说的很快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职业习惯 我说的慢一点 你好 请问您去哪里 这时你可以怎么回答呢 你只需要说 我去 后面加上地址 就像张鹏这样 我去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大家可能会问 什么时候用你好 什么时候用你好 这里我们首先从乘客的视角 我带着大家去打车 我们的年龄 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人 可是我发现 我们的司机师傅 是一位老先生 他明显比我年龄大很多 比我年长很多 和我父亲同岁 这时出于礼貌 我会说您好 但如果司机和我们是同龄人呢 我们就说你好 现在请你改变一下身份 你不再是乘客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出租车司机 其实一般像出租车司机 酒店服务员 餐厅服务员等等 只要是从事服务行业的 如果他经过专业的服务训练 一般会使用您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餐厅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高档的餐厅 你会听到请您这边走 在酒店 你会听到请您在这里签字 他们使用的都是您 这是一种服务非常的标准 而且专业的体现 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文地址的表达顺序和英语 还有法语的地址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 中文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 这里你需要知道三个和地址有关的名词 一个是区 第二个路 一般指的是avenue或者是road 第三个是门牌号 在多少多少号 又或者是一个具体的名字 比如张鹏要去的这个地方是 南京西路假日餐厅 你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张鹏没有说区呢 南京西路在上海非常有名 如果是比较有名的街道 大家一般不说区 可以把区省略 但如果张鹏去的是一个非常小的 很少有人知道的街道 那么他就要说明到底是什么区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 请大家看屏幕上的这张地图 地图上有一个红色的标识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 玉德路165号 你会发现地址是按照 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 国家城市区路 然后是门牌号 当你打车的时候 你当然不用说国家 你也不需要说城市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有名 司机可能不知道 你就要说明是在什么区 徐汇区 什么路 玉德路 多少号 165号 司机问你 你好 请问你去哪里 我去徐汇区 玉德路 165号 你好 请问你们去哪里 你好 我们去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师傅 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 这个时间段 车不多 应该没问题 张鹏问出租车司机 师傅 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 看来他很担心 不能按时赴约 因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打车 很可能今天要迟到 大家可能会问 什么时候我们会称呼一个人 师傅 第一 如果你练武术的话 教你武术的人 他是你的老师 你可以称呼他 师傅 比如在 功夫熊猫 这个动画片中 那只小熊猫 他就是大熊猫的师傅 第二个使用师傅的情景 就是在你打车的时候 我们把出租车司机 称呼为师傅 师傅 师傅怎么样 师傅 我去什么地方 你们赶时间啊 对 我们和朋友约了吃饭 没问题 放心吧 半个小时以内的 司机师傅问 你们赶时间啊 赶时间 这个表达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说 我赶时间 比如在飞机场 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首先要直击 要直击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可是你还没有直击 这时候你很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 你可以这么说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可以在你前面直击吗 当你过安检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同样的句型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可以在你前面安检吗 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对话 你们赶时间啊 对 我们和朋友约了吃饭 没问题 放心吧 半个小时以内到 司机师傅听出来了 张鹏在赶时间 所以他安慰张鹏说 没问题 放心吧 也就是不用担心 半个小时以内到 半个小时以内 就是指 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内到 师傅 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 右转停车 好的 刚才张鹏说 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 右转停车 他给了司机师傅三个信息 第一 过了红绿灯 什么叫过了红绿灯 就是要首先通过红绿灯 然后呢 第二个信息 右转向右转 最后停车 我们到了 微信支付对吗 对对 小美 我来付吧 张鹏选择的支付方式是什么呢 他选择的是 现金 刷卡 还是微信支付呢 他选择的是 微信支付 最后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对小美说 我来付吧 什么叫我来付 就是 由我来支付车费 但是在口语中 人们会把句子缩短 我来付吧 张鹏已经完成了支付 司机师傅又说了一句话 请大家仔细听 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 别忘了什么东西 司机师傅说 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 什么叫随身物品呢 就是指 你坐车的时候 随手携带 或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 但是在这里 随身物品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 就是你随身携带的东西 都有什么呢 比如 你的钱包 手机 钥匙 雨伞 行李 这些你随身携带的东西 司机师傅说的第二句话是 别忘了什么东西 首先 这是一句非常口语的表达 这里的什么 不是用来提问的 这不是一个问题 他说的就是 不要忘了你的东西 但是在口语中 人们经常会把什么 放在一个名词的前面 比如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就给我打电话 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 别忘了什么东西 哎 好嘞 谢谢啊 师傅 再见 哎 不客气 再见 张鹏是怎么回复 司机师傅的提醒呢 他说的是 哎 谢谢啊 这里的 哎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在日常生活中 哎 这个词 出现的频率 非常高 如果你只看 哎 这个字 它只是一个 语气词 必须要把语气词 放在情景中 根据上下文 也就是人物的对话 来理解 他们为什么用 哎 这个语气词 第一个 当熟人之间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如果我叫某个人的名字 比如小张 哎 来了 你听 哎 这里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答应 我知道了 我听到了 你在叫我 哎 来了 哎 听到了 如果我现在叫你的名字 麦克 哎 听到了 第二个 我们使用 A的情况是 当别人 要求你 做什么事情 小张 你能把文件送到我办公室吗 哎 没问题 哎 没问题 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还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呢 当然是肯定的 他说 哎 没问题 哎 体现出的是一个人 比较积极的态度 他答应的非常爽快 哎 没问题 当司机师傅提醒张鹏 别忘了什么东西 张鹏的回答非常积极 哎 好嘞 哎 好嘞 谢谢啊 师傅 再见 哎 不客气 再见 当张鹏说 谢谢啊 司机师傅说 哎 不客气 这里为什么加了一个 哎呢 这也是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要教给大家的 关于A的第三种用法 请大家对比这两组对话 第一组 谢谢 不客气 你会发现 第一组对话 他们的表达是非常简短的 而且很多时候 只是一个礼仪性的 习惯性的表达 但是第二组 谢谢啊 和A 不客气 第二组对话 是张鹏和司机师傅之间的对话 张鹏说 谢谢啊 这个A用来抢 我强调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谢 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 司机师傅当然也听出来了 张鹏是一个非常有礼貌 而且很和蔼 很好相处的人 所以呢 他的回应也是发自内心的 哎 不客气 表示 我接受到了你的感谢 不客气 哎 好嘞 谢谢啊 师傅 再见 哎 不客气 再见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下一集 我们将和张鹏 还有小美 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同学聚会 在聚会上都发生了什么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口语课程 下节课见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美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廖丹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 小林 张鹏 还有小美的故事 张鹏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小美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她是怎么向朋友们 介绍自己的女朋友的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美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介绍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 介绍给大家 这时你可以说 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我来做什么 我来做 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比如当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又或者是一个公开的讲话 你可以说 大家好 首先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廖丹 我是一名 室外中文老师 要特别提醒大家 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最好说 我叫什么 我叫李明 我叫迈克 最好不要说 我是李明 或者我是迈克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通常是在接电话的时候 你会说 喂 我是李明 喂 我是迈克 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应该说 我叫什么 学习完了 怎么用中文做自我介绍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怎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别人 其实你在这里使用的句型和做自我介绍时 使用的句型是一样的 还是用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这里的来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已经看过我们前几期的中文课 我曾经解释过 这里的来指的是 由我来做什么 但是呢 在口语中 人们不会说这么长的句子 而是习惯性的说 我来干什么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或者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用向和给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在视频中 张鹏说的是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两位其实就是指两个人 但是为了表达尊重 我们会用为而不是个 尤其是当你介绍某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用为 这位是 而不能说 这个人是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小美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真巧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 当小美向大家介绍 她和张鹏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王伟他说 真巧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 真巧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是指 当某个巧合发生的时候 人们就会说 真巧 那巧合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你几个例子 比如你去上班 但是发现 你和同事穿的衬衣 颜色 品牌 款式 一模一样 这就是一个巧合 再比如 今天你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试 在公共汽车上 你看到有个人 他的钱包掉了 你好心 把钱包拾起来 还给了他 所以这个人 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 当你来到了面试的地点 发现面试官 就是你在公共汽车上 遇到的这个人 这就是一个巧合 那什么时候 人们会说 真巧 当然是 你遇到巧合的时候 你非常的意外 又或者非常的惊喜 为了表达这种意外和惊喜 你会说 真巧 比如你到外地出差 住在一家酒店里 可是你在这家酒店里 遇到了自己的朋友 你和你的朋友提前商量好了吗 没有 你们两个都不知道 对方会住在这家酒店里 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说 真巧 你也住在这家酒店里吗 真巧 我和我女朋友 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 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 看这里 好了 小美提议给大家拍一张合影 她说 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 咱们 咱们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其实就是我们 但是咱们在口语中非常的常见 咱们听上去比我们更亲切一些 表示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是一个团体 咱们走吧 咱们出发吧 咱们去哪里 咱们吃什么 当大家听到咱们的时候 就会觉得比较亲切 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咱们一般使用在非正式的场合 如果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或者一个公开的演讲 一般人们会用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显得更正式 咱们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表达 用在非正式的场合 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 看这里 好了 小林 你看这张把你拍的特别美 还真是角度太重要了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 老师 这句话的语法有问题 为什么王伟说 这张照片把你拍的特别美 应该是人拍照片 不应该用这张照片 把你拍的特别美吧 你说的没错 你会发现在日常的对话中 人们并不总是说那些 语法正确的句子 我想王伟的意思是说 你看 这张照片 停 小美把你拍的特别美 从语法上来说 拍照片的人当然是小美 而不是照片 王伟当然可以说 小美把你拍的特别美 或者这位摄影师把你拍的特别美 但有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照片上 这时会把摄影师的逐语省略 你看这张照片 把你拍的特别美 或者 你看这张照片 把你拍的特别丑 小林 你看这张把你拍的特别美 还真是角度太重要了 小林看到照片后 也非常满意 他认为这张照片 真的拍的很好 为什么这张照片拍的很好呢 小林说 看来角度真的很重要 什么是角度呢 这里指的是拍摄的角度 假设你是摄影师 你现在给我拍摄的角度是正面 如果我侧过身 你给我拍的是侧面的角度 侧面 当然角度有很多种 拍摄的角度 除了正面 侧面 还有背面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辐射 还有仰射 什么叫辐射呢 小美刚才采用的就是辐射 从上往下拍摄 辐射 如果是仰射呢 就是指照相机在下面 人在上面 这样叫仰射 你喜欢摄影吗 你对摄影有研究吗 一般来说 一张好的照片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第一是光线 第二是角度 小美 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 张鹏看完女朋友拍的照片 他说 小美 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 技术是什么意思呢 技术一般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当我们谈论某个领域的技术的时候 指的是专业的知识 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发展 比如医疗技术 航天技术 AI 人工智能技术 这里一般翻译成 Technology 但在刚才的对话中 张鹏说的不是某个领域的技术 他说的是小美的摄影技术 这里的技术 指的是一个人的某项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在技术的前面 加一个限定的词 比如摄影技术 烹饪技术 开车技术 你的烹饪技术怎么样 我的烹饪技术不错 但是我的开车技术很烂 很烂的意思就是很差 我真的不会开车 朋友们举杯 来我们碰一下 聚会已经接近尾声 张鹏说 大家举杯 来我们碰一下 来是什么意思呢 来就是指我们大家一起做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来 碰杯 碰杯和干杯有什么不一样呢 碰杯一般是指轻轻地把杯子碰一下 然后喝一口就可以了 但是干杯是表示我们要把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完 所以在聚会上大家要特别小心 你说的是碰杯还是干杯呢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自然语速 真实对话 喂 张鹏 是我 小林 你下班了吗 是小林啊 我还没呢 怎么了 找我有事吗 今天晚上 我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出来吃饭 你也来吧 嗯 好呀 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就过去 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肯定得带上啊 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 行行行 晚上你们见了就认识了 别忘了把餐厅地址发给我 几点吃饭啊 晚上七点 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 你和你女朋友直接过去就行 好的 晚上见 嗯 晚上见 喂 小美 今天晚上 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你就来吧 嗯 好吧 你几点来接我 六点半 在你公司楼下见 好 一会儿见 喂 张鹏 你们走到哪儿了 我们还在打车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到吧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没问题 放心吧 我快冷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 再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就打到了 哎 你看 车来了 您好 请问你们去哪里 您好 我们去南京西路 假日餐厅 师傅 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 这个时间段 车不多 应该没问题 你们赶时间啊 对 我们和朋友约着吃饭 没问题 放心吧 半个小时以内到 师傅 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 右转停车 好的 我们到了 微信支付对吗 对对 小美 我来付吧 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 别忘了什么东西 哎 好嘞 谢谢啊 师傅 再见 哎 不客气 再见 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小美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真巧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 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 看这里 好了 小林 你看这张板 你看这张板你拍得特别美 还真是角度太重要了 小美 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 朋友们举杯 来我们碰一下 ah